你觉得你会觉得 真的超好看这个车型 就是首先它很圆润 其次它这个脏型 你会觉得它不会像是这个价格的车型 而且它给你配的东西很旧 我为什么直接移步到位提示板 因为它已经有更好的一个动力 然后又有一个驾驶辅助 这些东西都骑 所以我就觉得那个车 直接划算了 不用想了才13万多的一个价格 你直接能买到 这是新颜色了 现在你又不怕没新鲜卡 我觉得这个颜色好好看 它这个白色就是很干净 然后呢大家知道比亚迪的它的这个电池技术 胶片电池技术是做得非常好的 也是我们可以手去一指的这种技术吧 对吧 所以它的这个续航里程 包括它的这个充电放电 就是你完全是可以放心的 如果你开个比亚迪车型的话 我还可以用着它 拿它去露营的时候 它可以当个大电瓶用 对啊 放电给别人 拿来做烧烤炉也好 后来说做冰箱 上一次用放电车型还是理想吧 好 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海纯的侧面 好吧 因为刚才一直看这个前面 就觉得很圆 它是非常有流线型的 而且这一个呢就不是双色车身 你看到它又多了另外一种选择的可能 新的颜色 而且内饰是不同颜色搭配的 这个新的颜色 我当时我还想 我还想说能不能转到单来 买到这个颜色 它都没有了 这个颜色很好看 我觉得比那个紫色的好看 这个骑士版是没有这个颜色了 现在普通版买得到了就这个颜色 而且这个还是跟海报一样 都是有全景天幕的 不过这一个呢就是有 那个这样连的 我去年开这个海城的时候 我就会觉得它很好开很顺 然后它的回收率超高 现在这一台车每个月卖2万多 你知道真的就成了一个国民小车了 中国品牌 中国卖的超好的一台车 对 它是一个就是正常的一个门打车 然后它里面呢 其实大家能看到内饰刚才的话 可以看到它是没有那么大的屏幕 它整体的设计和整体的用量 要比海报要小一个尺寸 我们能看到内饰的话 它是完全带这种海洋系的里面 它跟海报还不是很一样 它这里面这种带这种鱼鳞 包括它的这种圆形的 有点像超声的那种感觉 包括它上面的这些 包括它这个门把手 都是那种海豚的这种旗的感觉 对 就是会让你觉得它非常的可爱 对 你想想你才10万块钱出头 有这么大一个屏幕 有全景天幕 有这么多自动化的东西 我觉得真的是OK了 真的很OK 而且关键就是 你花同样的价格 你买到一台纯电的车 它的电池比较稳定 然后电耗又做的特别的好 那你真的是每天上下班的话 就省了不少钱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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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